花友们好 今天我给大家录一个假接数月级的视频 这个针目的话我养了大概半年多一点 然后用的是无刺强微的杆子 然后今天我们对它的主干上进行一个那个 提醒牙间 对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我们用到的工具是肢解 然后刀片 接碎 离皮刀 下接膜就这些 好我们现在开始下接 首先对针目进行横一刀 然后再竖一刀 划一个梯字形的字母梯 然后我们拿到离皮工具 我这边用的是雕刻刀 对其左右两边撬开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离皮还是挺简单的 大家可以像我一样 拿个雕刻刀试一下 然后我们处理结碎 我们在芽点的背面轻轻的划一刀 划破表皮就可以了 也不用划得太深 这样就OK了 我们把结碎插入 然后把多余的枝条切掉 这样的话就基本完成了 注意一些细节 就是把这个压点轻轻的往下塞一点 这样的话后期愈合的效果更加好一点 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操作 我已经嫁接好了 然后把最后一步就是缠模 缠模的话是从下往上开始缠 缠的话可以缠得紧一点 这样的话防止雨水渗透 这样包起来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嫁接的是对称两个压点 嫁接的品种是永远的马胶雷 谢谢大家